《非诚信公司》她 郭克丹 《非诚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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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克丹的特别多是最后的 就是這個界面值 通常我們遇到的兩道比 它的α和β 我們就可以把它劃起這個 它會把你的一道歸空的一道歸空 兩道比就進入那裡 它的遠小於一 遠大於一 這個東西 遠大於一 或者是 遠大於一 遠大於一 這個條件之下 α和β 就是這個值 這個值 這個值是用 用這個 看清楚 它的 它的 hc 就是固有的 波普抗 hc 直角形式 極形式 這個 顯示它的 效位差 磁場跟電場的效位差 有一個45度的效位差 有一個45度的效位差 但是 也就是說磁場場地 落後電場 四十五度 這個 是兩道比 這個 它的條件是這個 這個 遠小於一 這個 遠小於一 或者是這個 這 就是這 兩種狀況 現在我們 舉個例子 來看 很大 所以 例子 是說 有一束 追溯均勻的 線性 激化平靈電視波 在 海水 裡面 向正低方向 傳播 海水 它的 殘數是 這個 界限 殘數 μ2 1 然後 電傳導系數 是四個 Steven 在 X等0 的地方 它的 殘堂是 這個 殘堂是 這個 現在要求 衰減 糖素 像糖素 固有波阻 上 像素 波糖 第二 當 殘堂 政府 衰減到 Z等於 0 數 電傳的 百分之一 的時候 它 傳播了波瘋 所以 它 一邊傳播是 乖一點 然後 寫出 電傳的 H 在 0.8 Z等於 0.8 米數 它的 斜正 實現 你看 現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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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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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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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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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画一种0,一种R,一种R有了,一种0是这个,我们都知道,那还有一个Omega。 Omega从哪里知道呢?从这个地方知道。 所以它来OmegaP。 Omega等于这个,所以frequency是等于这么多的Herts。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示算出来,把这一项一项都带进去,算成为180。 180,180跟1比起来当然比例大得多了。 所以说,由这个结果,我们知道,浩泉角正确。 这个就是浩泉角正确。 海水是为良导体。 即是良导体。 今天是良导体。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良导体的近似法。 所以我们就来修了它。 衰减常数。 就是Halpha。 Halpha等于, Halpha是非常相等的。 我们用frequentage,因为这个frequentage就是预计在这里 或者你直接用这个算也可以 那么我们把这个值带进去 像这个七桌,长长六,尤其它的单位 单位是你 算出来是8.89 衰减常数的单位,我们用的是NAP 算出来了 因为β的值和R1的值是一样的 所以也是8.89 不过它的单位,我们用的是RAVIO 所以衰减常数算出来了 像常数算出来了 然后我们要算负有波底看 就是它的直角形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它应该是NU 带进来 只有它是等于大小 大小生态 那么它的这个 它是NU 它这个也有排 它是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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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高 波長,就是二胎,我們把全壹長算出來, 把它變進去,0.707個meter。 穿透針度是alpha先至1, 就是8.8, 它的穿透針度還算蠻高的, 它是兩道理,但是它不是一個影響導體。 第二項,我們就要問, 它傳播多遠的時候, 它的強度或者它的振幅, 會比在z等於0的地方, 強度在01等於0的地方的1%。 那我們就把這個刷進去, z等於任何一個位置的電場, 這個是spacequart, 它等於, 這是它的, z等於0處的電場, 然後,這是衰減長處,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alpha, 乘上這個, 這是1%, 這就是1%, 那麼,我們可以叫這個, 就叫做expansion for alpha z, 要是0.01, 那麼,從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遞到一下, 我就算出來, z等於alpha分之一, natural resistance 1%。 那麼,alpha是這個, 那個logger100, 4.605, 算出來就是0.51, 它說, 幾天半公尺的時候, 它的電盤就衰減到50%, 再過一個0.5公尺, 是不是就衰減完畢啊? 不是, 另外0.5的, 再0.5, 0.5開, 它不是說, 這個0.5公尺, 它就衰減到1%。 再過0.5公尺, 我的意思是說, 它經過0.5公尺, 就衰減到1%。 再過0.5公尺, 就衰減到1%。 這個0.5公尺, 就是1萬分之一。 是這樣子的, 好, 那麼這個呢, 看, 就是算, 我們現在要C呢, 看我們看, C要算這個, 實斜形態, 實斜形態, 現在呢, 我們就先把它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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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於, 任何一個位置的, 它就等於, 0位置的, 它就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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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是, 電腦X偏正, 那麼, X就是, Y偏正, 這個時候, 我們就, 我們就把電腦, 了ですね, 從一個A Bä $ , H tv strike , 我們用它 , 这个, 集形, 這樣, 然後, 這些兩個項目可以, 合併在一起。 然後就變成這樣, 它余 considerably. 這個大型是31.8 W是安排的名字 這個是衰的因子 這個是像場的說 你看它跟電場的像場說 這個就差得不上 這個就是Space Park 然後呢 我們就用它的實斜形態 實斜形態你就把Space Park 乘算Exponential Jωt 次方 取它的實數 你把它蓋進來 蓋進來 取實數 取實數 然後這個都是實數 這個都是實數 後面這個就變成Cosine OmT 非常大的發展 WO H上也是一樣 你把H的Space Park 層下Exponential Jωt 次方 取實數 這個就是實數 去實數 然後這兩項是合併在一起 我們都有Ju 這個有Ju 所以呢 這個是實數 然後這個呢 就是Chukai 就好了 好 當我們實斜形態都知道了 那麼 當Z等0.8公尺的時候 這個 這個少寫了一個公尺 0.8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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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你們 假印它應該有 0.8米的地方 你就把這個蓋進去 那這個0.8米 然後做個這個 Z等也用0.8米 來帶 Z也用0.8米帶 像這個G1 你把它算出來 就這樣 H上也是一樣 H上 你把這個用0.8米 這個用0.8米 這個用0.8米 帶進去算出來 就這樣 好 這是一個 例題 我們再看一個例題 這個例題就是說 有一個 10個m的廣波 電磁波 分別在 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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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海水 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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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屬於劍質 噩水 尖水 湖水 都屬於 那一種 的戒指 湖水 湖水 和海水 他們都屬於 哪一種的界質 是屬於 量导体还是属于耗水的界变值 那我们就先算它的这个东西 耗水的界变值 先算什么,浮水 浮水这个四分十分,四分十分 奥米卡,奥米卡要乘这个东西 这个是S,S数一个mg 奥米卡就是2tide乘10个mg mg就是10个6次方 10个mg就是10个7次方 这个Epsilon-Virn8-85成十的副十二次方的 傻拉产米卡 这个稍微棄一下 傻拉产米卡 它的界限场率 在八十亿 你把这个去运算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現在,被100來說,8.88,被100說。 那這個比1呢,要學小,圓小一。 這個是圓小一的電腦審視不出膽子。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說,在這一種的頻率之下, 湖水呢,是屬於低靠準界限制的。 這個湖水啊,像這種界值啊, 它除了跟它的參數,它屬於良好體還是靠準界值的。 跟參數有關之外,還跟它的frequency有關。 所以這一定要強調在十個meters的時候, 它屬於耗水界限制。 既然是屬於耗水界限制, 那麼我們的alpha呢, 是用耗水界限制的alpha呢代。 那belta就是它的傳動生物。 這個alpha分之一, 就是把這個代算出來。 你看這個一般,這個sigma是4, 正式的sigma,sigma是5.1.2的位置。 根號裡頭呢, 我們把epsilon overview 0, 當作是eta分之1, eta0分之1。 因為eta0就是, 是水球空間的固有補礦。 它是等於根號muling over epsilon nm, 等於377歐盟。 然後再把這個, 這個81, 根號81, 這樣叫做muling over epsilon nm, 就是這個。 穿動生物有多少呢? 11.9。 就是說, 它每前進一個11.9公層的, 它的強度是歸整到原來的exponential, 出一次方倍。 對,出一次方倍。 我們在看海水的, 套水陣線。 那也把這個蓋進去啦, 蓋進去。 它這裡跟它不一樣, 不一樣的就是這樣。 這個六指右, 這個六指的是, 八點八點五指。 就是我們的證據。 必然是四指四指。 這四指四指五指四指。 就是四指四指。 這邊是八十八點八。 那當然比力要大很多, 最近是怨大於一 因此這個時候,十個MHz的頻率的時候 苦水雷是屬於涼導體的六股子 台水雷 這個改成台水 這個股子寫錯了 台水屬於涼導體 韓屬於涼導體 這個delta 就是α分析 我們用涼導體的α 再繼續 這個算出來 差不多 八公分 這個是十一點幾公尺 這個就是八公分 因此這個電子波 這個頻率之下的電子波 十個MHz的時候 就是電子波 在海水裡面傳播 衰減得很厲害 在洪水裡面衰減比較好一點 沒那麼強一點 因此我們正式的結論 十個MHz的電子波 不適合作為海水的通緝用 因為它傳播沒有多久 遠 傳播沒多遠 還會衰減 exponential 在淡水裡面還不錯 它可以做大概十公尺距離的通緝 如果有十公尺的話 那這個可以成功去 有十公尺距離的通緝 我們再看一位 有一個25Ghz的電子波 我們在針六水平 針六水平 它現在這個dipsum 2 有兩項 一個時速項 一個虛速項 所以這個本身它就是一個dipsum C 在這個針六水平裡面不是很多 我們要針放它的衰減長數 向長數 還有穿透深度 一起波長量 OK 好 首先我們要算它的這個東西 算這個 算這個的話 我們用這個 x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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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 那就等於這兩個項ommun 這個 它就是這兩項 因為xr 等於xsau 等於34前kzau 那就暗了 4.011 暗了 1Xsau 34是diction块,算出来是0.265,0.265跟1比起来,2比1小,有没有远小于1? 4分之1还多,比1,比4分之1还多,所以也不算远小于1,不算是浩神的切剑值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一般的切剑值来带,也就是不能用那个切剑法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用一般的切剑值 一般的切剑值,你就把六支都带进去 我可以用这个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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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在這下,實施下,就是這個。 到這個地方,就變成這個等級的三十次。 然後,藝術家,這個底子算出來了, 這個平常的實力,在這裏方法,就是401個Network和Meter衰減的場所。 Beta也要重算。 就是把這個結果,復號變成正號而已。 這個算出來是多少呢? 3700.9個Ray Interimation。 那它的衰減常數呢? 它的穿重深度,衰減常數分之一。 1.2.4.9. Ninfinite。 這是mini。 單位一定要寫, 有時候寫2.4不寫, 那到底是什麼單位? 然後,波長。 2.3.5. 2.1.5. 2.5. 2.5. 看人來的形態 我們再看一個 再看一個 再看一個 這個情況就是說 有一個5.9 一個 的微波通訊 微波通過肌肉組織 通過我們人的肌肉組織 或者是 威靖人 中國人 通過 肌肉 我們知道 我們的肌肉 是導體 但他並不是一個 涼倒 並不是一個涼倒的人 好 現在我們要求 他的福祉的傳播傳說 嘎馬 以及他的 故禮的波子卡 好 我們就算這個了 行嗎 1.6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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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5.5 0.0.6 0.6 0.6 1 也不是比1大很多 所以 也沒有比1小很多 這個指 不是原大於1 也不是原小1 所以肌肉組織 既非原大於1分低好水 既非有水 alpha alpha 就用原來的代理 這個 原來的數字代理 你把水鞋 帶進去以後 算出來 永遠記得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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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把這個 測器 帶進來 計算以後 等於 142.7 這是它的 研碼 剩減 可以 我们算它的向常数飞兆 飞兆就是这里变加自1A2 这里变加自142.7的Vn αβ算什么呢?它的伏数在传播上是γ 就是α加上j飞兆 这就是它的伏数的传播成组 既然用这样的方法 那我们就用Reaching 材料 再来就看它的固有 或者看原来的设置是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组织再进来 这个可以变成μ就是μ μ 它是給48.7乘上X convention 它的角度是15.3 這個就是我們算的這個議題 所以你這個議題裡面 遇到像要算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記得我們 這個就是要 無論如何你要先算這個 看到它到底是 到底是這個大語D還是小語D 它是什麼 它是涼導體等等 如果它是涼導體的話 我們α和β β是涼導體的這個代 如果是耗準介質 那麼低 耗準介質的話 那我們就 耗準介質 如果不是耗準 耗準介質 也不是這個涼導體 我們就是用低耗準介質 低耗準介質 那它也不是 我們算的兩種介質法 就沒有用 那我們就用人來的事 做 那麼最後 第三個介紹 我們定時說 在一個 倒體接質中 南波的時候 然後 它的幾個產品 它非常非常平淡 所以我們現在 從這裡 我們做一個素形 我們講完了 在這個 倒體介質裡面 倒體介質裡面 一個電子波跟 界電子裡面的電子波 它的差別就是在這裡 它有一個摔減因子 摔減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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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個 它的差別 第二個差別 這個 它實現形態 摔減因子 第二個差別 它的H場 不再有摔減因子 H場它不再有摔減因子 而且它的這個 相位跟電場不一樣 在界電子裡 電場跟H場的相位是相同 但是在這個倒體介質裡面 就不是相同 不是相同 那麼你看 這個時候 除了有這個之外 因為它 有一個相 有一個相 有一個酥 相位 所以把它弄上去以後 這個相 相位就跟電場不一樣 跟電場不一樣 所以它除了 這個也是摔減因子 之外 它要比電場落後 你的Theta 非常健康 記住這個人情 記住這個人情 然後呢 你就要知道 這個 在倒體介質中 傳播 差異 它有度 它的摔減 摔減 摔減 長度 相同 這兩個 這要記起來 這還是要記起來 就是說 我們用近視法 就是說 你既然記得做 你算起來 這很麻煩 我們用近視的 譬如說 良保體 我們用近視的 實際上算去 你快得多 但是這個 還是要做 好 這次 新集 新集二 參謀 2 已經上網 我們上網 我們上網 今天上網 你們可以 按摩一下 去做 其中就有 在我們去推倒 這邊 推倒 我們 我們推倒 好 那麼 以上就是 我們 講到這個 導體結智 傳播 還有這個 發敗的 H 還有一個 H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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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 Hc 本身是個 幅數 是個幅數 所以它會有大小 Modulate 有向角 正因為有這個 向角 跟我們一樣 讓它 落後變成 一個 這個角度 那麼 那麼 一上就是 電磁波 在導體結智中 全都 十十塊 那 你跟學完這個以後 你要整體的來看一下 導體結智中的電磁波 它怎麼導出來 它的特性是什麼 更接電這個以後 不一樣的在哪裡 你比較一下 比較一下 然後呢 你在做比較的時候 你就記得住 就記住 然後 我們就 在 図體裡面 我們就看到 每一次要選這些 Athra Beta Athra 那你就要先看看它是什麼 檔子 如果是兩刀子 那就很方便 對不對 我們算很快 好 好 這個是 我們看的 這個 在 保體結智中 傳播的 好 接下來 下面 我就要介紹 另一個項目 電磁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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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 Island to gas Island to gas Island to gas 於是 它500公尺之間的高度 有一層油煮氣地存在 其實不屑 有在 一層油煮氣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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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層的大氣力 這個黃層 它們稱為 便宜一層 安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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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電磁層 它的結構是怎麼樣的呢 天氣層中,大氣裡面,有等量的自由電子和正義電子,或者叫做等離子 因為在大氣層的上面,我們太陽光射過來的時候,它有紫外光 比紫外光更強地向上升,加馬射電能長 這些紫外光射出來,原來的氣體分子吸收以後,它就分解成電子和正義電子 電江的密度不是定值喔 看你這個當年天氣怎麼樣 看你幾點鐘,早上,週五,下午和晚上,太陽光的情緒不一樣 所以,它的紫外光強度不一樣 於是,它分解的程度就不一樣 所以說,電子和正義電子的密度 隨著不然有這種電感,還有季節 即使夏天,太陽直射的時候,跟我們冬天 太陽斜色的時候,就強度不一樣 還有太陽黑子的活動 太陽黑子的活動,我們冬天的太陽黑子的活動 非常劇烈的神奇 那麼,這個時候呢,它比電江的密度就比較大 那麼,電力層有什麼重要性呢 因為電力層對電波有極大的影響 電波有極大的影響 那麼,電力層裡面呢,它的電子的質量很小 那麼,電子的質量很小 所以,他們經過去的時候,它的電腸 電腸的作用啊,它的受力,它的受力跟正義子一樣 譬如說,通通是一個基本電腸的正義子跟負義子 那這個質量差了,幾千倍 但是,他們受電腸的作用力是一樣的 一乘三的電腸,就是它的S,一樣大 你質量越小,它加速度就更大 比如說,電子的密度 等等,會影響了這個電腸結構裡面的 比如說,Ipsum 我們知道,電子波跟戒指裡面的 電子溫溫都有關係 因此,我們知道 如果電力層裡面的電子溫度大,密度小 它們會影響到電子溫度的 它們會影響到電子溫度的 在裡面的傳播的狀態 因為其實,如果這個裡頭的 有一種現象 一般的電力層就是這樣 一般電力層的電子溫度 這一個人 都是長就是少 濃度的,角就是少 大的就大,但都還蠻正常的 分部蠻均勻的 可是有一種情況就是 我們稱它為電鋪層號 它會從手指道附近往上升 它會派到電鋪層號 電鋪的內部很小 外面的電鋪密度很大 於是它就會產生滲透 這個時候它的密度就很亂 這個時候你電子波傳到這根戒指 你說戒指很均勻的話 你電子波傳過去 在這根戒指很順穿地傳過去 比如說走一個姿線 當你這根戒指的變化很大 從這裡射到那個地方就不一樣了 好像射到不一樣的戒指 這時候就有反射 有傳真有反射 很亂很亂的時候 到處反射 到處反射 比如說空中電鋪 電鋪就亂講 就亂講 所以當我們有這個 進行車票 發生的時候 那我們的這個 電鋪的電鋪 電鋪 電鋪會響 然後通訊啊 通訊啊 等等 所以它這個通訊有很大的影響 我們上面介紹的 之前介紹的是 導體戒指啊 這個也算是一種導體戒指 它跟一般導體戒指不一樣了 那我們下一次就講 這個努力 這個電鋪會氣息 怎麼樣的 構成一個 導體戒指 它的參數怎麼樣的 可以 等等